外媒BBC今日释出了针对郑军英胜利的Burning Sun事件纪录片 当初的崔少人记者江金允 在纪录片中首度透露一顾女星聚和拉 其实在整起事件中提供了非常大的协助 由于聚和拉认识胜利郑军英等人 与崔中逊更是多年好友 因此她主动联系江记者 谈言曾看过郑军英等人的手机 里面真的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后来聚和拉打电话给崔中逊 成功说服崔中逊公开了与胜利勾结的警察总长身份 也让记者后续释出的报道得以引起大众关注 就和拉愿意站出来帮忙 是因为她也是偷拍影片受害者 然而闺蜜雪莉去世后 她却遭到网友恶意攻击 批评她利用好友的死来炒作 最终不开舆论做出极端选择 网友们心疼表示 看纪录片看到哭出来 和拉是那么勇敢的女生 最后却没有受到保护 反观胜利郑军英等人 现在都已经出狱 还过得好好的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